大家好,歡迎各位來賓參加《智慧的探索》的公開講座,慶祝香港中文大學55周年。 介紹今日的駐港嘉賓,大家都知道,莫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總留學系主任,兼李樹芬醫學基金總留學的教授。 莫教授的重點研究是和肺癌有關的生物標記和分子標靶治療這些字,我看不到的,我是背不到的,專有名字。 莫教授當然是在很多專業團體裡面擔任要職,也有獲得無數的獎項,包括2017年國家科技技術進步獎,以及18年的歐洲總留學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在介紹莫教授的同時,今天我會講一些How to do. 待會在場,當莫教授講時,希望大家保持安靜,關了電話。 待會會完成教授的演講之後,有個問答環節,可以歡迎大家發文。 我知道以往教授出去演講,很多人都會爭取時間問問題,可能準備另一個問題。 平常我都會參與一下發文的。 剛才主辦單位說,多數訪問教授就很多人問他,所以我給你們先問。 你們不問我才問,這樣就可以給你們多點時間。 待會如果說到中間要離場,可能去市口間或者休息一下, 入場要顯示你們的電子門票,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所以就準備了,我們就請莫教授來做個分享。 現在也準備了你們的問題,好嗎? 給點掌聲,歡迎莫教授。 多謝。 多謝團,多謝大家。 多謝有機會來到這個智慧的探索。 但初時被邀請的時候,我以為他是說飲食的探索,所以我才肯來而已。 不過智慧都有嘗試找一點出來,大家談一談。 今天跟大家談的題目就是, 致癌抗癌的漫長路。 這是我的contact of interest,特別說的是這三間公司的董事。 Conquer,在英文來說,有幾種不同的意思。 你可以在戰爭上高一個勝利, 你也可以說自己一個目標的攀爬所達到, 或者個人上高一個進步。 但是,to conquer cancer,去戰勝癌症的意思是否說我一定要根治癌症呢? 其實就不是那麼簡單的。 如果我們是要所謂戰勝的時候,有幾種不同的定義。 第一,我們可以不讓它發生。 譬如戰爭,你不讓戰爭發生, 都可以是已經贏了一場仗了。 第二,如果有發生了的時候,我能夠get rid of it, 完全清除,沒有再存在。 第三,如果不能夠完全清除,能不能夠共存呢? 或者正常生活地共存呢? 所謂乳癌共存這個概念。 所以今天和大家探討, 就是我們這個conquer cancer, 戰性cancer,在這三方面的發展。 但在講這三個之前, 最重要是說病人想怎樣。 其實一句很簡單。 問每個病人, 我亦都問過很多人, 他都想生存而已。 每一個活著的人, 都是想生存。 但是呢, 我多加一點給大家, 醫生體生存, 和病人體生存的分別在哪裡。 這個就是醫生體生存。 有一個名字, 叫做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為什麼這個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這麼重要呢? 就是說, 你很多時候, 或者不是你, 或者病人問醫生的時候, 醫生, 還有多久命啊? 醫生說, 三個月。 那三個月是怎麼來的呢? 要明白這一點, 我們才知道明白, 醫生看Survival看什麼。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是兩個統計師, 在1959年, 所登載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 當你未有知道將來的數據時候, 怎樣用現今的數據, 去預料將來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一些科學上高, 統計的formula。 那麼, 一條直線, 上高就說, 100%的人生存。 另外, 下面打橫的線, Horizontal Line, 就是時間。 初時就100%的人生存, 然後慢慢的時候, 就會離開了。 那麼, 所謂的, 我們有多長命呢? 其實是指Median Survival。 在這條Curve裡面, 50%的人, 在這個時間, 還在生存著。 那個就是中位數, 生存中位數, Median Survival。 所以很多時候, 醫生給你看看, 三個月呢, 是Curve上高的一個數字, 中位數。 另外一個, 到了一個時段, 還有多少人, 還是存在, 或者還是生存。 這個在24個月, 即是兩年的時候, 還有15%人生存。 所以你生存的機會是15% at two years。 就是這麼簡單。 醫生的看Survival, 所以, 不太相信醫生說走三個月的命, 因為他那天, 他不懂的。 他只是叫做數字給你聽, 醫生不懂看相。 OK? 醫生只是按這個Survival Curve, 給你一個平均的數字, 所以只能夠參考之用。 但我們工作是什麼呢? 我們的工作是移動這條線, 就是將這條線移向上。 越上的時候, 你生存的機會率就越高, 平均數也會越長。 所以我們所做的很多研究, 就是將這條Captain-Meyer Cervical Left Shift, 將它推到左邊, 推得越左, 我們就能夠越成功。 這一個, 就是醫生所說的Survival。 OK? 所以不要理會它太多。 但對於一個病人來說, 數字可能很驚人, 但是一個病人看一個Survival, 其實不是看數字那麼簡單。 病人是看希望。 無論你的平均數是十個月, 一年, 我都希望比那個平均數長。 到過了平均數, 我曾經有病人說, 醫生, 我要多久? 我說,不用多說, 你想多久? 我想看到兒子畢業, 沒問題, 我盡力努力一起做到你的兒子畢業。 到底兒子畢業的話, 我想看兒子娶媳婦。 又做到, 然後他又說, 可不可以看孫子嗎? 每個人到每一刻, 都帶了下一個希望。 而沒錯, 因為希望, 就是讓人生存一個最大的動力之一。 所以病人看生存, 看Survival, 是在講希望, 不需要一個實質的數字, 但是有這個希望, 是相當之重要。 好了, 了解了這個之後, 我就跟大家講, 預防, get rid of, 以及乳牙共存的幾種概念, 以及我們在科學上做什麼。 不要介意, 我講很多肺癌的事情, 因為我是肺人一個, 所以以肺癌為主。 預防cancer, 預防cancer有兩類, 第一個叫primary prevention, 就是預防癌症發生。 第二種的prevention, early detection, 就是癌症發生了, 但是早點找到癌症, 就快點治好癌症。 所以primary prevention, 有這兩個概念, 大家可以分清楚。 先講預防發生, 當然, 就要了解一下肺癌, 什麼時候開始。 很有趣的, 第一個肺癌, 是1761年, 英國一個份人明顯講出來, 而這個人已經當時做了一個snuffle, 就是把鼻煙伸入鼻裡面, 一個吸鼻煙的人, 是第一次講肺癌。 但是以前的肺癌, 根本就是很少發生的, 是一個很罕有的病。 一向來講, 以往所有死肺的時候, 都是肺癌。 直到很奇怪, 在統計學上, 發覺1930年開始, 肺癌的數字, 尤其是男性, 直至上升。 但是當時,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哦, 有肺癌, 多了, 又是多了。 直到在1960年, Richard Daw, 從英國, 開始做一個統計, 就是看吸煙的醫生, 當時有很多醫生吸煙的。 相對一些不吸煙的醫生, 發覺死亡於肺癌的機會率, 是相差30倍。 這個是歷史以來第一次發現, 原來吸煙是可以引致肺癌的。 當然, 最容易就是停止吸煙。 而Tobacco Control, 也是真的有效的。 你發覺, 在美國這些國家, 開始禁煙的時候, 你看到那條Curve, 開始有下降的趨勢。 OK? 無論是男性開始吸煙的人數是少了, 以及男性死於肺癌的人數, 已經開始減低了。 我們剛才知道自己想著, 咦? 有些矛頭, 雖然中國還有一段時間做, 但希望如果在同一方向, 我們將來會少一些, 但是, 出了新敵人。 新敵人, 就是這個viping。 大家都知道, E-Secret, 電子煙聽來好像很帥氣, 但其實大家的故事都未必會了解, 或者, 我有時間, 講完故事給你聽, 其實, Viping這個電子煙是怎麼來的呢? 是兩個, 物理學的學生, 讀了Master, 在Stanford, 兩個都是煙產, 兩個就, 上完課後煲煙, 說, 大家為什麼煙好呢? 不如我們找些東西, 可以有尼古丁, 但是又不用吃煙, 那兩個就創造了這個, 所謂的, vaporized tobacco, 那是怎樣呢? 就是將一些的, 尼古丁, 製造在一些液體上, 然後用, 所謂的一個, 很微量的電量, 令它, 霧化, vaporization, 所以, 在美國, 又叫做, viping, 就是vaporization, 所以呢, 他們就相當成功, 他原本意念是戒煙, 但是呢, 他就搞公司了, 搞得真不錯, 有聲有息, 但一搞得, 有聲有息, 第一件事就是要籌款, 老闆知道籌款是怎麼回事了, 那當然你猜, 哪些公司是成為他的大股東呢? 煙造公司了, Marlboro, 買了35% 他們只剩下5% 那這間公司叫Dru, 就是UUL, 就已經完全改變了策略, 就說, 喂, 加點味, 賣給年輕人, 當然是, 不然怎麼賺錢呢? 所以現在美國, 年輕人, teenager, 是viping的percentage, 高到26% 在中學上高, 所以, 是很危險的, 但是說, 沒有害的, 未必有cancer, 最重要就是, 你證明不了而已, 我再說一件事就是, 你要將尼古丁融在液體裡面, 那你用的液體呢? 是一個叫做, Popyferin, 或者Gizro, 到底這些是甚麼物質來的呢? 有人猜到嗎? 他一定要, 第一, 就是要揮發性高, 要不然你用很高的熱量, 才能夠令他揮發, 那你用低的熱量, 令他揮發, 他的揮發度一定是高的, 他其實就是antifreeze, 你是在吸取antifreeze, 當然, FDA不能夠說你有事, 因為沒有人去吸取antifreeze, 但是antifreeze, 如果吞下肚子, 是會傷腎, 也會令你眩眼的, 但是現在來說, 那個battle就是, 到底FDA會管他管多少, 現在已經是一個legal battle在發生, 已經有17個人, 是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而死於wiping, 所以現在是有很多action在發生, 香港高興他們臨馬, 開始禁止, 但是已經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好了, 另外一點就是要早些發現, 肺癌其實呢, 你看看圖是很可怕的, 後期的肺癌, 第三期、第四期癌, 是70%以上, 70%的患者, 那為什麼肺癌是這麼後期才發現到呢? 這是你的肺, 但是我的肺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感覺的, 就是說肺裡面呢, 沒有任何sensory fiber, 換句話說, 沒有神經系統可以感覺到任何東西的, 唯有呢, 你去到肺膜, 或者去到氣管, 你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的腫瘤, 生近氣管, 生近肺膜, 你就早點感覺到, 生靜中間, 你可能三公分, 四公分, 你都感覺不到, 所以這個就是肺癌, 為什麼要這麼後期才發現到, 所以你早期肺癌, 你發現到的時候, 生存的機會不是高和長, 但是你發現到後期的時候, 你的生存時間就變得很短, 所以能夠早期發現, 是相當之重要, 那你說不要緊, 我每年都照肺, 我三千四百多元, 嚴血加照肺, 做歐出生, 還檢查了子宮, 但你問, 為什麼照肺找不到? 大家在座沒有哪個醫生, 告訴你, 是否, 你看到這個X光片, 其實是很正常的, OK? 看下去, 心又在, 肺又沒什麼花, 看下去相當之正常, 這個就是CT scan, 腫瘤就是這裡, 四公分的腫瘤, 可以躲在心臟後面, 你看不到, 但你現在, 我給它看之後, 你是不是開始看到了? 如果是一個experience的radiologist, 就會看到的, 但是呢, 給個年輕人看, 年輕人看, 年輕人看, 可能會失去, 所以, 完全就是在乎, 看你X-ray的那個人, 是否行不行, 你的名字就是擠在他的手上, 所以, 靠X-ray是不行的, 所以現在來說, 我們已經, 預防肺炎, 尤其是吸煙者, 45歲以後, 我們提議每年去找, 做一個電腦的, 斷層掃描, 斷層掃描, CT scan, 你看到, 那些腫瘤, 我們叫做磨砂玻璃的小腫瘤, 這些就是所謂的GGO, 所以你去驗身的時候, 找到這些磨砂玻璃, 就是可能發展成為這個腫瘤的地方, 就像大腸的蜥肉, 這個就是肺裡面的GGO, 就是將來演變成肺炎的東西, 如果及時找到它, 看著它, 變態就砌它, 就是能夠預防肺炎的好方法, 而這個已經做了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在美國有一個五萬人的研究, 就是一半的人做電腦素免, 一半的人做肺炎, 一半的人做肺炎, 發覺呢, 可以將整體肺癌的死亡率, 是減低百分之二十的, 那所以, 是已經證明了, 不單止一個美國五萬多人的研究, 在歐洲也有一個叫Nelson Study, 是大約四萬多人的研究, 都一樣證明了, 是減低死亡率百分之幾十, 但是為什麼香港不做呢? 奇怪吧? 因為香港不夠電腦素描, 因為你在公家醫院排隊的電腦素描, 都要排幾個月, 它怎麼可以說, 凡醫院吸引者都要來做一個呢? 所以, 如果你是能夠支付到的時間, 暫時電腦素描那兩三千元一個, 是值得去做, 是找到這些早期的GGO, 不單止是肺炎的, 乳癌當然已經很證明, 是這個乳mammogram也做到, mammogram加超音波已經可以證明, 將死亡率又是減低二十幾% 除此之外, 腸癌五十歲之後, 大腸鏡, 這個是鼻咽癌, 就是鼻咽鏡, 但是鼻咽鏡不會時常做, 大家稍後會告訴你, 一些更好的方法去找鼻咽癌, 因為鼻咽鏡不舒服, 所以你沒事沒有幹, 你就不會無端端去做鼻咽鏡, 而腸癌當然就需要做, 五十歲以後就是每五年, 五年到十年做一次, 如果有蜥肉, 就三年做一次, 因為所有的腸癌都是來自蜥肉, 你找到的蜥肉, 切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減少了你腸癌的機會, 所以其實無論最常見的乳癌, 肺癌, 腸癌, 鼻咽癌, 其實都有預防方法, 爭在就是說, 要預防你付出的代價是高的, 而政府不能夠免費供應給大家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 就可以考慮去做, 但是不如, 驗一驗血就算了, 不用做那麼多煩事, 能不能夠做到呢? 這個是大家的美夢, 而市場上高, 亦都有不少人, 將這些東西推出來市面, 就說, 鹽和血, 你就可以沒有癌症, 知道有沒有癌症的了, 但是, 今天我最直前的說話就是, 不要相信他們, 我解釋給你聽, 第一, 我們憑什麼去知道呢? 有沒有癌症, 只有兩種方法, 一,你在血液裡面找了癌細胞, 二,你在血液裡面找了跟癌症有關係的基因, 只有兩種方法, 先講癌細胞, 癌細胞沒錯, 的確是, 它是充足的癌細胞走到血液裡面的時候, 你有時候在血液裡面找到癌細胞, 我們叫做Circulated Tumor Cell, CTC,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CTC, 我也做過一些研究, 就是用我們一些新的器材, 正而斜角, 你看到, 大的那顆就是癌細胞, 小的那顆就是血液細胞, 大的是肥腦, 小的是瘦人, 我們經過一個Tube, 我們叫做Micro-Vertic Technique, 就是拼去, 肥腦就拼出去, 瘦腦就拼出去, 我們將它分開了, 的確是做到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不夠細胞, 換句話說, 早期的癌症, 是沒有細胞在血液裡面, 因為你是要說, 一個海有多少條魚, 如果你魚少的時候, 你找到的機會會低, 但是後期你就做到了, 但是後期找來把鬼嗎? 所以變成, 暫時CDC, 作為早期的乳房, 只有一個説字, 沒有任何的數據, 做到這一樣的事情, 好, 第二件事就是看Circulated DNA, 所有細胞生長都會死亡, 死亡的DNA就會落到血液裡面, 然後經過腎排出來, 但是呢, 如果當你的血液裡面, 找到DNA, 你就要將它排列, 證明這個基因, 是來自癌症還是非癌症, 這個呢, 其實不是太容易做的,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 叫做Whole Exum Sequencing, 將所有基因, 一人體裡面, 大約有二萬個基因, 排列了二萬個基因, 然後看看哪個不正常, 以前根本是天方夜譚, 現在做到的, 有一個很大的研究, 叫CCGA, 長的我不說了, 這個也是Dennis Lo, 我們盧教授的Payton, 才能夠成立到一間公司, 叫Grayl, 他們做一個一萬五千人的研究, 就是看看一些有癌症的病人, 和沒有癌症的病人, 血液裡面的DNA, 我們是能不能夠早期找到他, 簡單說一句, 後期的, 就一般, 不, 早期的就一般, 敏感度三四十個百分比, 後期的就九十幾個百分比, 但這個還是很早的階段, 一間公司成立了大約幾年, 開始臨場研究一兩年, 所以他們將來是有機會做到的, 他是將所有基因完全的排列, 而得到的答案, 差不多已經是最貴的方法了, 但敏感度也是三十幾個百分比, 主要因為有太多不同的基因要去考慮, 不過, 盧教授也做得很聰明的事情, 就是說, 鼻炎癌只是和一個virus, 叫EB virus, Absent virus 的基因有關, 所以他專門去找EB virus 的基因, 也能夠用一個很便宜的方法, 去測試這個基因, 所以2017年, 他在《新英倫》雜誌刊登了這個文件, 就是二萬個病人, 發覺有1112個病人, 是有陽性的EB DNA, 然後當中再重複的時候, 有309個繼續陽性, 一個月後, 然後最終找到34個鼻炎癌, 而更加重要的是, 差不多有四成以上是早期的, 如果你是沒有用這個測試, 普通歷史上高, 只有一成多是早期第一期的鼻炎癌,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 證明到鼻炎癌是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測試, 而他們的公司也相對不久將來, 在中國大陸是會推出這個測試的, 所以記住一句說話, 早期預測用基因、用血液是可以的, 在鼻炎癌, 其他的還是在研究當中, 市面上叫你買的那些, 是沒有任何的資料根據, 去證明是可以測試到的, 好了, 說完這個, 就是幫大家省了錢之後, 就是講一下, get rid of cancer, 我們有什麼方法, 一向來講當然是手術, 大大的肺癌, 大大的肝癌, 手術撤倒就可以了, 但其實想一想, 我們的手術其實也是演變了兩百多年, 這個是歷史之中, 意大利第一次開肺切腫瘤的手術, 當然最後的病人也是不存在的, 因為是complication病發症而離開了, 但是差不多要到1945年, 才正式把肺癌撤除, 是可以治癒肺癌的數據, 所以其實我們手術治癒肺癌的歷史, 只是說六七十年而已, 不是太久, 但是呢, 短短過去三十年間, 有很大的進步, 有什麼事情大家可以看進去, robotic已經存在著, 我們中文大學的robotic, 已經在國際, 在東南亞, 是相當之有名, 但它最大的好處, 就是局部的控制, 醫生的處理, 是安全和快捷很多, 但將來有什麼, 將來有些叫做, Kelley Surgery, 意思就是將, robotic surgery, 加上五肢技術, 你就可以說, 我在香港, 中文大學, 去幫陝西一個人做手術, 因為暫時來說, 電訊的傳訊訊息不夠快, 你做手術的時候, 要靠眼和手的coordination, 如果你的速度不夠快的時候, 你做得來, 歌變感應到, It's too late, 但是, 將來如果有五肢的成功的時候, 是可以能夠, 將敏感度傳送到, 做到這個地步, 所以, 到時來說, 你多遙遠的地方, 只要你有台手術機在, 你就可以全世界, 誰和你做手術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 幾有趣的突破, 但我詳細, 不會講太多, 但是, 經常都和護士是好朋友的, 但經常說, 你很聰明嗎? 你懂得做手術而已, 你沒有我不行的, 為什麼呢? 第二期的腸癌, 肺癌, 乳癌, 肝癌, 肝癌, 生存機會多少呢? 第一期不要說, 第二期, 即是中期, 因為很多都是第二期發生的, 數字就是這樣, 乳癌和腸癌都好, 都有八九成機會, 但是如果說肝癌和肺癌, 一半的機會都沒有, 是能夠長期生存的, 所以你就算做了手術, 都未必能夠根治, 那你會說,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兩種原因, 第一, 我們眼見的有限, 我們很多時候相信眼見, 大家都很相信你的iPhone, 眼見一定是事實的, 但大家都知道這是錯的, 同一樣東西, Pet scan, CT scan, 看到癌症, 我就割了它, 看不到一些呢? 因為我們的Pet scan, CT scan, 能夠看到的, 都是5厘米以上的東西, 5厘米, 5厘米, 有多少癌症呢? 大約10trillion左右, 所以其實一個小的, 已經有很多癌症在裡面, 所以看到我們眼見的是有限的, 第二, Vessel, 血管, 是地鐵來的, 腫瘤裡面是有血管包圍, 他們其實隨時就進了地鐵, 就乘搭去其他地方, 你在地鐵站, 無法圍去, 但是, 它已經走到其他地方了, 所以這個就是Cancer, 它本身就是一個特性, 所以, 是有很多走得掉的Cancer,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在手術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叫做, Adjuvant Therapy, 就是因為我們要Assume, 尤其是第二期的, 它是有機會在經過血液, 經過淋巴腺走散的時候, 我們就要給一個叫做輔助的化療, 輔助治療, 以往輔助治療都有些成功的, 這個就是腸癌, 發覺第二期,第三期, 開始有這條Curve給你看, 就是說, 的確是向上移的, 第二期向上移一些, 第三期又向上移一些, 不是移太多, 但是有移到, 那就值得你去做了, 尤其是年輕一些的更加值得做, 腸癌我們可以證明這樣, 乳腺癌我們又是將Curve向左移, 又是成功地這樣做, 但是最新將會怎樣呢? 最新將會是用你的免疫系統, 稍後我會說多一點關於, 免疫系統在後期的治療是怎樣的, 但是呢, 其實在這個早期的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做很多不同的研究, 在手術之後, 我們怎樣能夠用免疫治療呢? 增加到那個生存率, 理論很簡單, 我們拿了個腫瘤出來, 我們知道腫瘤上高的特性, 然後我們做一些Vaccine, 然後希望Vaccine再給病人, 就用你自己的免疫力去打那個Cancer, 這個概念是相當之正面, 以及已經有不少的研究在做, 待會在最後的時候, 我再說多一點這個概念給大家聽, 所以, 的確在這一段, 我們要用很多功夫去做的, 除了一些新的手術方法之外, 我們也要有在Adjuvant, 庫瘤治療師上高, 更加大大做功夫的, 好了, 最後呢, 就是講到Prevent Death, 有了癌症, 我們怎樣預防死亡的發生? 其實, 癌症是怎樣殺人的呢? 癌症是一些不停生脹的細胞, 它本身其實不會殺到你的, 它不是一個毒, 它也不是一個細菌, 但是呢, 它不斷膨脹的時候, 就影響你正常器官, 走到腦部, 影響到你正常腦部的功能, 你就會有衰退, 走到骨頭, 令你骨折, 痛楚, 也阻擔了你的行動, 走到肺膜, 令你有肺水增加, 偷不到氣, 喘氣, 走到肝, 破壞了你的肝功能, 所以, 癌症之所以能夠這麼高致命率, 就是因為它破壞了正常的器官, 但是我只剋制了生長, 它不能夠破壞到你正常器官, 你就可以很正常地生活, 但是我怎樣剋制生長之餘, 又不令到你辛苦呢? 這個就是巧妙, 如果能夠正常剋制生長, 它又不生長, 你就繼續生長, 那就可以了, 大家和平共處, 多開心啊? 我希望香港也是這樣, 將來, Advanced in lung cancer, 所以今天跟大家說, 是兩方面, 第一, 我們就越來越在 precision medicine 之下, 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飆化治療, 一個就是免疫治療, 所以我從肺癌的角度, 講講飆化治療, 和免疫治療的發展, 因為事實上, 懶惰一點點, 肺癌發展是比別人好, 但是, 的確因為肺癌本身, 是有些標靶, 尤其是東方人的標靶, 特別多, 和特別有效的, 好了, 先講個概念, 甚麼是 precision medicine, 這個概念經常聽, 精準治療, 這個精準治, 其實在很多不同的範疇上, 都證用過精準交女朋友, 精準吃飯, 甚麼都可以叫做精準的, 而這個精準治療, 就是一個unselective population之中, 我用一個的生化指標, biomarker, 去找一個基因, 而這個基因, 我可以針對它, 這個叫selective population, 然後賦予這個治療之後, 能有一個比較高的效果, 和是小負作用的, 而這個治療, 也有一個盛情就是, 只是針對有基因的癌細胞, 而不會針對其他的正常細胞, 這個就是, 目的就是所謂的精準治療, 就是這樣, 所以要學一個字, oncogen, 大家一起讀字, oncogen, oncogen, 回去就吹了兩水, 今天,oncogen, 我學了, oncogen, 就是生長growth, gene就是基因, cancer, 我叫oncologist, 就是癌症專家, 所以oncogen, 就是代表腫瘤, 腫瘤的基因, 就是能夠一個gene, 獨當一面, 令到細胞生長, 就是有這樣的基因, 不是所有基因, 都能夠獨當一面, 有某些基因, 而在肺炎上高, 很慶幸地, 我們找到不少的, 這類oncogen, 最大範疇就是所謂的egfr, 大家看到, 有趣地, 在東方人, 40%到50%, 而在西方人, 只有15%, 所以做研究, 我們突然之間, 我們東方人, 碰到了, 另外, 有一些叫做alk, ROS1, 有一個RED, 有一個HER2, 今天不斷介紹, 當然是EGFR為主, 另外再介紹一兩個給大家聽, 我們做了什麼去改變整個肺癌的治療, 先說EGFR, 全名叫做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你再說一次, 中文是表皮因子受體,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是什麼呢? 細胞和細胞中間有溝通, 我一個細胞和另一個細胞怎樣說話呢? 我生長, 你不生長, 我們怎樣做大事呢? 我生長的時候, 我就會分給一些荷爾蒙, 叫做growth hormone, 而對方要接收荷爾蒙, 就是這個receptor, 我就是你那個手提檢查的接收器, 而receptor收到growth hormone之下, 我的signal就會到我的細胞核, 細胞核就叫做細胞生長, 所以當你是不斷有信息的時候, 就不斷會生長, 而有趣地, 就是當你有一個在EGFR的基因突變的時候, 它的信息不用收到項目, 都繼續自己生長, 就是自己同叫自己生長, 那就形成了cancer,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信息傳遞之中, 阻止它, 那它就會停止生長,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而這個道理講來很簡單, 是研究了二十幾三十年, 第一個人, 說這個人是六十年代, 是一個Stanley Cohen, 後來他拿過一百八六年的諾貝爾獎, 就是發現了EGFR, 然後跟著的日子, 我們就有這個藥物, 去阻止了這個receptor, 所以第一代的標靶藥在肺癌, 就是阻止了這個receptor, 所以大家可能會聽到 Aresa, Taseva這些藥物, 而我第一個研究就是, 當他在2004年, 發現了這個receptor之後, 我們也知道, 原來東方人是比較多的, 我們就組織了中文大學, 以及其他很多地方, 就組織了這個研究, 叫IPAS, 這個研究是怎樣做呢? 當時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去測試每個病人的基因, 因為剛才發現了, 怎樣去測試, 沒有這樣的能力, 全世界一起去測試, 我只是選擇了一些有機會的病人, 包括不吸煙, 包括女性, 不一定是女性, 但是女性高一點, 以及腺癌, 而這些人, 我們就將一半接受這個標靶藥, 一半接受化尿, 而證明到很有趣, 你看到, 在這邊手, 綠色的條線, 就代表, 吃了標靶藥, 黃色就是化尿, 綠色條線, 比黃色條線更好, 即是更好一點, 這些是有EGFR特變的病人, 而另一邊Curve, 就是EGFR陰色的病人, 黃色條線是化尿, 比綠色條線更好, 這是第一個研究, 證明了, 個體化治療, 根據EGFR特變, 去挑選治療的方法, 而這個呢, 也就是改變了, 正所謂整個肺癌界的治療方向, 講數據未必實用, 講這個病人, 給你聽, 這個病人是, 專門在菲律賓飛過來看我, 他是在, 飛過來養和, 要求我做討論, 在1月份, 我就看了他, 是星期六來的, 接著呢, 我們就用, 基因測試, 就在血液裡面, 看看他有沒有EGFR特變, 主要為什麼呢, 因為他來的時間很短, 如果拿樣本, 再等基因測試時間很長, 就是我們用我們新的技術, 而這個我們也都在, Science Park開了一間公司, 專門做了一件事的, 就是看看, 有沒有EGFR特變, 同時就拿樣本證明是否肺癌, 在兩天之後, 我們就證明了他肺癌, 在23號就開始, 給他吃這個標靶藥, 你想一下, 這個肺癌病人18號來, 23號已經開始用藥, 就因為來運到一個基因特變, 然後你看一個月後的腫瘤, 大家看到, 都不用看不看, 右邊很大塊的腫瘤, 你看一個月之後, 就可以已經差不多消失了, 這個病人暫時還是相當之好, 在菲律賓飛回來, 後來, 這個就是標靶藥奇妙的地方, 你找對, 用對藥的成績, 就可以很刺激的, 但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 雖然你能夠吃藥, 但癌症會不會死醒, 是能夠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抗藥的能力, 你又將糧計, 我有一個長期, 你耐藥, 我便找你為什麼耐藥, 你耐藥, 所以我們開始做一些研究, 就是將一些耐藥的腫瘤出來分析, 看看你耐藥的機制在哪裡, 然後發現原來, 又有第二個基因出現, 這個就叫做T790M的基因, 發覺有一半以上的病人, 耐藥的時候, 出現了T790M的基因, 在哈佛那些同事, 就已經開始研究, 怎樣針對T790M的基因特別, 亦都相當之成功, 找到一種藥, 就是所謂第三代的標白藥, 叫Osmartinib,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但我試一下可不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大家這麼聰明, 這麼留心聽書, 這個我們叫做ATP Pocket, 就是當你細胞收到訊息之後, 傳遞要經過ATP, 就這樣叫ATP, 才能夠向下繼續發展訊息, 所以如果你用B-Royal block, 訊息就停止了, 但是當你有這個T790M出現的時候, 他就發覺這顆黃色的, B-Royal block, 變成了一個標白藥, 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就沒有用, 但是我們跟著所做的事情, 就是很聰明的, 就是說, 如果T790M的位置B-Royal block不到, 一個女朋友不理你, 我去另一個位置, 找一個另一個女朋友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在另一個位置, 就不去T790M的位置做Binding, 去另一個叫C797的位置, 找第二個Molecule去做Binding, 所以出了第三代標白藥,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挑選了T790M的陽性病人, 然後發覺, 一半就是吃Bilba藥, 一半就是化療, 而發覺吃Bilba藥的腺是左過化療很多, 是10個月 vs 4.4個月, 但是對它來說, 10個月不是很長, 但是想一想, 我是肺癌病人, 我第四期, 證明有EGFR的特變, 我吃Bilba藥, 吃了一年多, 抗藥了, 如果又再找到T790M, 又再吃藥, 又再吃一年多, 即是換句話說, 你閉上眼, 每天吃一粒藥丸, 吃兩年, 你都可以很正常生活, 而這些藥的負重相對是比較少, 皮膚有些問題, 但是都是完全可以接受得來的, 所以, 是能夠做到乳癌共存, 乳癌共存就是, 當你有腫瘤, 但是我找到一個基因, 我是能夠剋製一個基因, 然後希望你能夠長時間的生存下去, 當然, 有長有短, 我最長的有個病人, 已經13年, 還在吃藥, 其實是一個中文大學的教授, 這個真的由他兒子讀方法, 看到他兒子畢業, 娶了媳婦, 抱孫, 還在, 但未必每個人都能做到, 但有人真的能做到, 好了, 要介紹第二個基因, 這個叫做AlK, AlK是複雜少少的, 大家都知道, 有chromosome, 掩飾體這件事, 他是靠差X, 不是說錯, 不要客氣, 他就把兩個不同的基因, 調轉了位, 以至成為了一個驅動基因, 我第一個研究, 叫做Profile, 就是一樣, 就是把有這個基因特別的人, 比較在化療, 你發覺兩者分別很大, 十個月比四個月, 但這個不是最重要的一個資料, 最重要的資料就是, 臨床上高, 亦都可以很快, 很嚴重的, 這是一個病人, 是來得很喘氣的, 你看到一邊的肺白, 因為肺水浸了, 我們在肺水抽出來之後, 在肺水裡面, 證明了一些癌細胞, 是有AlK養成, 開始給他吃第一代的標靶藥, 不用兩月之後, 那些肺水會清晰, 能夠正常找, 其實這類故事, 不止一次, 我們可以說, 起死回生的故事, 令我有一些英雄感, 但你一定要肯去找, 因為AlK只有5%, 如果你懶去找, 那你就當化療, 可能成功機會差很遠, 但你找到的時候, 那個影響是很嚴重的, 過去十幾年, 已經不是一次, 是多次的經驗, 能夠這樣幫助病人, 是一個很有滿足感的工作, 更加另外的滿足感, 就是最近我們將長期生存的數據, 在這個早期研究之中,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47.5個月, 四年, 平均壽命, 以前我們說的肺炎平均壽命是一年的, 而現在的AlK, 我們還在說第一代的標靶藥, 我們已經能夠讓病人, 平均壽命, 平均了, 是中位數, 生前到四年的時間, 所以你不找這個基因, 病人走了, 我裝鬼也回來找你, 大哥, 你欠我的, 我不應該死, 你這麼早讓我死, 是因為你懶得去找那個基因, 所以這一點是相當之重要, 但不僅如此, 我們已經由第一代標靶藥, 到第二代標靶藥, 第二代標靶藥, 第二代標靶藥有什麼特別好處呢? 第一, 它能夠入腦比較好, ARK的病人, 很多時候是有腦轉移的, 但這隻藥能夠更加進去腦部, 更加控制得好, 所以我們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比較, 發覺我們更加長, 就是平均控制時間, 這不是生存時間, 都35個月, 這個數據也是很驚人的, 差不多就是你吃著一粒藥丸, 你可以閉上眼, 一半的病人以上, 三年左右的時間, 都不用做什麼事情, 有空回來聊聊天, Hello, 那就搞定了, 真正常, Hello, 你又是ARK了, 不是, 所以, 在現在來說, 差不多我們每個病人都會檢查, ARK和EGFR, 講一些叫做 uncommon mutation, 有很多不同的uncommon mutation, RED是其中一個, 另外有HER2, MAC14Skipping, 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會逐個介紹, 我先講RED, RED是2012年才發現一個基因, 但是, 我們很急速地, 嘗試製作一些新藥, 剛剛這個新鮮熱蠟, 三個星期前才出門的數據, 他有一種藥, 叫做Loxo-292, Loxo-292, 專門針到RED, 然後能夠發覺, 它的有效率, 是有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八, 然後它的平均控制時段, 是有十八個月那麼長, 現在就說, 一些少有的基因, 這個RED, 只是百分之二的病人, 是有的, 但只差了, 你去不去找它, 找到的時候, 這個新藥, 就現在, 未 approve, 但將會不久的將來, 是美國 approve的, 香港也之後應該會得到, 我們也是參與到這個研究的, 所以, 在標靶治療世界裏面, 其實是五花八門, 最重要就是說, 有沒有用心去找, 找到呢, 你就能夠做一些事情, 這個就是標靶治療, 好了, 講講就是, 免疫治療就是什麼, 免疫治療, 我只是, 大家學一個字, 不用大家讀, PD-L1, 大家都懂得讀, 但PD-L1是怎麼回事呢, PD-L1, 就是無間道, 劉德華, 和梁朝偉, 和梁朝偉, 學不到眼神, 沒有法子, 主要是怎麼回事呢, 我就和大家解釋多一點點, 就是, 免疫系統的運作, 癌細胞有特變, 特變就會產生新的抗原, 就好像, viral infection, 你有感染時, 你有新的抗原, 你的抗原就會被Dendritic cell的細胞, 撿起了, 就跑去淋巴線的位置, 在淋巴線上, 那些T細胞就認得你這個抗原, 接著它就不斷地生長, 然後就放出來, 做一些惡死的, 武勇派的T細胞, 然後武勇派認得那個抗原, 就是針對那個帶著抗原的細胞打它, 你的免疫力就可以清除了外內的抗原, 和它的細胞, 如果你的系統永遠活動, 就沒有癌症了, 因為你來一個, 就拼你一個, 來一個就拼你一個, 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發生什麼事呢? 在這個位置, 癌細胞, 懂得告訴PDR1, 我只是臥底, 我不是癌細胞, 我和你一樣都是T細胞, 大家自己有你不要拼我, 這個無間道大家互相溝通的系統, 就是PDR1, 所以, 為什麼我們身體有一樣東西呢? 就是減少了自我免疫攻打的問題, 譬如, rheumatoid arthritis, 即是風濕性關節炎, 就是自己細胞打自己關節, 但是, 自己本身系統是要保護到, 就是不要讓白血球和T細胞打自己關節炎, 它是自己本身保護系統, 但是癌細胞聰明, 我自己又學你, 我又有一個PDR1系統在, 所以, 他就打不到, 所以, 免疫力的工作就是這樣, 但是, 現在我們聰明了, 如果我被藥剋製了PDR1, 你說不到話, 那就打它, 而這個就是成功的地方, 所謂的PD-L1, Anti-PD-L1 therapy, 所以, 就是現今活動的免疫治療, 就是Anti-PD-L1, 或者叫做Checkpoint Inhibitor, 好了, 第一個研究就是, 我們先有PD-L1, 當然要有PD-L1表達, 我們先看它有50%表達的細胞, 如果50%以上表達的細胞, 我們一半的病人, 就給免疫治療, 叫Pambeluzumab, 接著另一半就給化尿, 但發覺, 這條Curve分得很棒, 你的生存是10個月比6個月, 不是生存, 就是Progression 3, 即是控制時段, 10個月比6個月, 有效率45%比28%, 相當之有效的情況, 而更加好的就是, 這個免疫治療, 沒有什麼特別的副作用, 唯有有小部分病人, 是有自己的抵抗力, 打回自己身體的問題, 但隨此之外,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副作用, 不單只這樣, 是將生存時間, 由20個月, 升到30個月, 對沒有基因的病人來說, 已經是一個家印, 能有30月, 平均數30月的生存, 而我也做了同一個研究, 就是, 國際上, 差不多有1000幾個病人, 这次我们说不如低一点 水平不要这么高表达 低一点行不行 而发觉也是可以的 发觉原来无论是50、20、10、1 我们都能够有一定的好处 能够延长生存期 亦基于我们香港中文大学 要先买广告 做这个研究 FDA是根据这个研究 4月11日 批评了PDR11%以上的人 都可以用这个药 你想想 香港中文大学领导而改变FDA的决定 所以我们的确是对国际上高 有一定的贡献 这是一个74岁的病人 吃烟 也没有什么咳 但是有质量 但是背脊就很痛 所以一进来 就做了PECT scan 发觉肿瘤相当大 周身很多骨头位置都有抗杀 但是做了样本 证实PDR1是阳性的 我们就开始给它Pambaluzumab 三个星期一打一针 每针大约是三十分钟 不过就很贵 但是它能够起 两个月后 PECT scan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也可以变成一个很有效的治疗 有些病人已经两年三年 我都说你不要打那麽 打四个星期五个星期 有空打算 都是能够维持到它 所以的确是能够改变到病人的生存 我们现在在肺炎上高指 我们了解到它们的基因组合 了解到它们免疫上的状态 已经是有充足的可能性 是帮助病人 能够生活得长一些 亦是好一些的 但是当然 始终都是离开战胜 或者conquer 一段很长的路程 那将来又怎样呢 我不断讲一些 将来一些正事给大家听 暂时我还未退休 还有事情做的 第一个CRISPR 大家也听过了 曾经在香港很红 就是说基因改造 现在有的方法 就像剪刀那样剪了基因 然后给你细胞 最近就是我们中国的河教授 做了一些全世界都指码的事情 就是在一个小朋友 在一个胚胎上 改变了基因 说去针对HIV 但是没有道德上 安全地做这件事 但是呢 而事实上这个技术 是有可能在改变我们的癌症治疗的 因为刚才所说 很多的癌症 都跟基因有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到基因 我们就有机会 改变治疗的癌症 所以 现在已经有初步 譬如一些地中海贫血的病人 他们可以改变 改变了基因 再加上新基因 然后改变地中海贫血 但在癌症上的进展 也挺特别 这是我们和四川华西大学合作的 我们不想改变肿瘤的基因 但我们想改变T细胞的基因 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用PD-L1 就是因为T细胞 受到PD-L1的克制 我们就拿了病人的T细胞出来 剪走了PD-L1 让他们不认得PD-L1 然后就把T细胞膨胀 给病人 然后希望T细胞能打到他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多个病人 而且也有初步的成绩 有些病人的肿瘤属性 当然未是成功阶段 但我们已经是开始走这条路线 如何用CRISPR technology 去改变T细胞的剎痰症的能力 大家认不认得这个呢? 很肉酸 但大家不会再看到了 因为这个是天花 small box 但现在还有没有天花? 没有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疫苗 同样 我们的癌症也是开始做一些疫苗 但现在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疫苗 我们叫做Personalized Vaccine 意思是怎样呢? 就是按你的癌症 然后为你发展一个疫苗 抽出癌症细胞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析到你的基因 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基因 就制造一个疫苗 去针到你的癌症 这些暂时仍然是初步 但在美国已经开始进入到南巡研究 世界上有四间大公司 都是向这个方向去进展 所以将来 癌症疫苗是可能性的 但无论如何都好 这个都是一条漫长的路 在完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代表到 然后无论我们的科技如何进步 我们还有很多路去走 萧颖太医生 一个很好的朋友 中文大学毕业 1989年 亦都是我们中文大学的 中文大学毕业 因为他的确确是为了医学生 为了医学生 为了医学生 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他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实际科医生 将微创引进来香港 亦都引进到一些公家的医院上高 他所做的事 的确是帮助了医学界 和很多病人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17年的时候 之前一个星期间和他吃了饭 他接着打电话来 通尼 我的科技不妥 他做科技主要原因是 背部有点痛 但在做法的时候 已经发觉他是第四期肺硬 是扩散了骨头 那 我当然也什么都查准了 而他真的 刚才所说 是RAV-positive cancer 但当时2017年 没有药物 没有特别的标巴药 所以被化疗 免疫治疗 电疗 都控制到一些时间 但当病人转叉的时候 幸好我亦都能够 开始到Loxo 292的临床研究 他都吃到标巴药 亦都有效果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都开始失效 我们再次做一些新药 亦都帮不了太多 但无论如何 在这段时间 他作为一个医生 他继续每天上班 不单止是这样 他更加是 继续过去正常的生活 去西藏 你看到西藏犬 去不同地方去旅游 这些相片 都完全是在患病之中 大病 继续过去正常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需要勇气 他需要每一个家人的支持 亦都是最好的医疗技术 能够维持医药 我相信他能够做到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够做到 不过9月29号 他们离开了 而今天 完成了这个之后 亦都是我要去跟他们 说再见的时间 所以 最后都是一个 句说话 It's still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让大家听一首 我所喜爱的歌 Beatles 多谢大家 多谢你的时间 谢谢 还有两年才停的 放心 可以先享受一首歌 我想你也有这个年纪 是吗 好 多谢莫教授 让我给点掌声 麦教授 好吗 谢谢 一个很触碰的结束 我没想过你这样 结束这个训练 我其实听完之后 我心感受 你知道我想什么 你不要太快退休 你越多贡献 或者越多研究 会帮到很多人 我答应过的 今天有些不同的 平时我先问 今天我想给在座的先问 我待会再加插 如果大家不是的话 南三位先生 不如给咪 好吗 不好意思 想帮家人问 有个家人的肺肺 有一个1.5cm的圆形的结束 我问过几个医生 他的结束是很清楚的 黑白很分明 没有毛毛撞 有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些说清清楚的 有毛毛应该是恶性 有些说玻璃撞 有毛毛才是恶性 我就不太明白 问过三四个医生 都有不同的结论 究竟哪个才知道 是比较合理和对的呢 想问一下这件事情 有很清晰的 有很清晰的 有没有 你有没有试过 网上交女朋友呢 没有 不可靠的 我们不可以单靠 boundary 一个factor 去决定 一个结节 是良性的恶性 因为任何东西 以一个single factor decision 是不会准确的 其中包括有好几方面的资料 是要帮助 第一 时间上高的改变 找一些过去的片 或者将来继续follow的片 第二 就是说 本身的结节的生存代謝率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是靠这些 未必能够证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一个pactct 因为pactct 里面是给你的葡萄糖 看到你的功能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能够多一些资料 所以千万不要太单靠 一个boundary 一点 作为这个定论 其实pactct scan也做了 指数是非常低的 其实是0.7 那会不会是比较好的结果 0.7是可以接受的 正常是1到2 所以这类的东西 我多数就是观察 用时间去看它的改变 观察多久 那看你跟了哪个 多数就是 大约是六个月之后 再做一次 看看有没有任何改变 然后如此类推 可能做大约一两年左右 谢谢 我发现莫教授 所有比喻都跟女朋友 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我看到是你 因为你的样子有点发达 所以 我在你面前不敢认我 一位先生 今天莫教授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很好的课 因为我搞肿瘤搞了50多年了 那么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这个标把治疗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跟有关药物的接抗 和真敏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 得了病 他可能有很多病 也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等等 各种各种各样 第一在吸药方面 不知道莫教授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信息 就是讲 对这个标把药有接抗的 或者有真敏的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 有没有中药方面 对这方面有影响的 因为我在灵状上 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 病人来看了以后 因为我在吃什么药 医生讲你不能吃中药 所以我也想这方面 请教一下莫教授 有没有一些新的指教 谢谢 我会用更多药医生 没有那么辛苦 大哥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吃了这把药 抗力呢 要深一点点 就是说 我们其实有一种 就叫做 Cancer Evolution Cancer Evolution 我想这个都可以的 只不过是 这个位置 Cancer Evolution 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原本 癌细胞是靠EGFR去生长的 但当你有 一个抑压力量 可以找路走 有些小孩 就开始出了不同的路线 找不同的路线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路线 我想这个麦克风开始没有电 或者给我一个手提麦 谢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 你不再看单是EGFR 阳性的病人 他已经有其他基因出现了 可能有一种 两种三种不同的基因出现 这个我们已经证明了 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将来针对 就不再是一种基因 而是几种基因 所以就很难搞的 这个是第一 好了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中药 很多时候 为什么医生说 你不可以和中药合用呢 最主要就是这样 我不是对中药 能够有权威性 去说任何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 基本principle 我们做西药的时候 我们就说有数据 但是问题 你有半草光幕 1824种中药 你说去吃中药 你是吃哪种先 我们不能说 统称中药 作为一个entity 是要个别去研究 但是暂时来说 是没有人 有这样的资源 去逐种草药 和标雅药 去做一个研究 所以我很多时候 叫病人 common sense 你吃了没什么不妥 你就自己试一下 但是问题是 我们没有一个把握 就是说你吃了 会好些差些 或者有什么副作用 我们答不到你 因为没有数据 所以是不知的情况 不是已知情况之下 叫病人不吃 是不知的情况之下 我既然不知道 怎样能够 鼓励你去吃呢 这样的态度 好 前面红衣 这位四星 多谢莫教授你分享 说得很好 那帮妈妈问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 好像两姐妹 她现在癌症指数是3.1 之前做了一些电疗 吃飘飽药 什么癌 你刚才没有看 灰癌 灰癌 有基因特变 是的 EGRF 想请问是否 其实康佛也很好 之后是否要继续吃药 会不会如何跟治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问的 刚才听说有第三代药 其实将来会不会有第四代 那第一个问题很明显 就是 你之前有多少 好像是三位数字 OK 如果由三位数字跌到63 那当然很棒 所以这个指标 当然是可以继续跟进 和继续使用 因为你的确定 就像我们将来的恒指一样 跌得那么好 由三百多点跌到三点 所以是可以跟随的 而有没有第四代 已经在研究中 但第四代药将会 只是针对C797S 因为 刚才所说的 我们第三代 是针对T790M 而 T790M 第三代 倒了的时候 有百分之二十 是有C797S 所以将来的药是针对这个 所以未必一定適用 但在研究当中 今年刚刚出了第一份文献 是在这方面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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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白衣先生 其实一般的标靶药要多久研发 有快有慢 第一代标靶药 其实已经很久 十几年都不知道怎么办 直到我IPA才改变了一切 而这个第三代药 它短短只用了五年时间研发 是可以很快的 那就是真的好看治愈 好看研究的方向 这样的东西 莫教授 我今天听了这个演讲之后 我觉得是 认识了很多 但是我也还有一个问题 是 这个癌病 是一个非常难医的病 通常都是一般人 都会去一个公立医院 去做一个长期的医疗 那在公营医疗 我想知道 就是会不会 都好像 在研究方面 或者用药方面 都好像 去到 好像莫教授的医变 就是说 掌握到很多 很先进的科技 还有用药 科技在公立医院 那里 是不是我们 都可以 是 就是 依靠呢 或者我们真的要 倾家荡产 要 找莫教授 就是这样 找莫教授 就不用倾家荡产 的 有点钱 都不是一定要的 看财数而已 有缘 有缘 你叫随缘 你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我亦都很老实地回答你的问题 一辆Toyota 有人可以银得很慢 有人可以银得很快 在公立医院 绝对并不是药 或者facility的问题 是银个人的问题 这个一定是有参与 这个 我是要坦白的 我们可以在医院里 设计 一些叫做Protocol 就是说 你有EGFR 你就要用药 A B or C 有Resistant 你就要考虑 A B or C 就是我们是有 这样的Protocol 存在的 但是 如何运用Protocol 它有多尽力 去帮你找基因 有多尽力 去帮你探讨 治疗的方针 是因人而异的 没有法治的 因为我们只能够将知识 赋予其他学生 但我们不能够将医疗行为 加以每个人身上 一个医生对病人 肉紧与不肉紧 我们控制不了 所以希望你能够找到 一个肉紧你的医生 安静了一下 还是 怕怕的 刚才我们在籍的时候 听你的演讲 其实我们都很深感受 我和同事在谈 找到一个对的医生很重要 因为如果判断错 就已经辛苦很多了 刚才说 其实是吃掉把药 还是去做化疗 看着这两回事 其实作为病人 很无助 判断也很不好 我凭什么去判断 它是否有医德 没有一样看的 就是这么英俊 我就知道你也可以 可以叫香港电台 做个医生选美大会 大会 不是的 我相信我们每个医生 都有一定基本的能力 和道德去接受病人 但的确是有一个 的variation 在这里 所以有几样东西 你可以做 第一 就是second opinion 公私营略是可以两边走的 你的确是可以去私家医生 但有时你去私家医生 不一定好一点 因为人家另一边 也有financial interest 所以他给你的决定 也是另一个spectrum 所以你应该综合了两边的意见 第二方面 其实现在在在中 可能有的就是patient group 其实patient group 也浮游了很多不同好的意见 所以你是要多方面搜集不同的意见 去了解这个情况 而事实上 也都有不少网上的资讯 不过很难找 网上资讯是太多了 所以很难知道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但是正如所说 就是prepare 就是说了解多一点 第二 就是在公家的医生制度里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每次医生都不同 所以你不妨可以认识 没错 每次医生都是很rush的 但是的而且有很多病人去看 你要量解这一点 但是在重要时刻 你可以挑战他 说are you should this right? 尤其是你可不可以和你先人聊一下 这一点你是可以问的 我觉得这个是病人自己的一个权益来的 医生不是绝对的 医生只是一个供应 所说的也没有医生 可以认识所有的东西 所以在合适重要时刻 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 我觉得是可以的 所以我也有很多人挑战 好 那我们继续 有没有后面这位 首先 感谢莫教授给了这个讨论 说了这么多癌症的问题 不如我们转一下话题 说另一件事 我看到你作了很多书 在作者简介上 就这样形容你 人生路上曾力求真恶而不得其所 唯有游戏人间 偶尔做上一两件好事 但求别人好过一点 自己也好过一点 乐与病人同喜同悲 共度哭笑人生 另外看过一些 你的访问报道 就相信你对生死 人生处世 也有相当的体会和领悟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人生智慧增弦呢 这个比较复杂 不过我说一点 我说我自己对死亡的看法 因为事实上 我的而且是 我工作过去三十年 是处理过很多面对死亡的情况 每次的时候都要想起 到时是我又怎么办呢 这样的 我的看法就是说 生与死是同一件事 你生存着 亦都是死亡着 所以 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 parallel的过程 而当我能够知道 明天就要死的时候 今天我就要更加地活着 这个就是我的哲学 所以我很多时候 就是拥抱机会 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做一些 的事情去帮到人的 或者令自己开心的 吃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东西 做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事 我就去做 因为我预备了 我明天就要死 所以如果你有陈金还没给 麻烦你先给我 所以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 整体来说 这个想法是帮助到我 人生去达到很多不同的目标 很多人 在中国人社会 是对死亡秘义不谈 希望说 我不提他 我就不用面对他 但我反而是希望能够面对他 我就能够更加拥抱他 好 另外一位白衣服里面 大安的 我想问一问 其实都是关于患者的事情 我明天会见一位 三高 长期吃烟 七十岁的人 但他刚刚三个月前 批评了 瘤卫病 其实他自己有看 在养黄 还有 在马里有看 他的癌症科 但我纯粹看看 你会不会有特别的 例如第二个认识 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类的癌症 他是瘤卫病 AML、ALL 还是CML、CLL 好像是患者 是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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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AML 是的 七十多岁的AML 最重要是问一下 有没有基因的特别 化疗就一定先 但后着可能是要看他的基因特别 以往来说 我们基本上除了化疗就没有其他 但现在在急性血癌 基因特别 以治理能够给到表白药的机会 都是有的 所以我想 最主要就是 你也是看Raven Leung的 他仰和 好像是 我问一问他 我每个月都见到他 但是我就 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问他的主寻医生 有没有其他基因是可以检查到的 以至是希望能够后着的时候 考虑吃飘把药 我想问 如果 以一个心理来说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对他的Mental Health 会有 是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也很少提论 第一 中国人社会 是比较少 直接去讲生死和治疗 因为你不讲生死 就会比较秘而不谈治疗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说 尽量是 绕过这些 这样的说话 因为当你七十多岁 一个有危险性的癌症的时候 就完全是讲生存的态度 换句说 我七十多岁 我仍是有一个 希望能够争取多些生存时间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然后努力去做 但是 如果你是觉得 真的不要这么辛苦的时候 我生存的意义 并不是想耐久 我只是想Quality 有另一种看法 所以Quality and Quantity 这个对话 是值得在家人之中去探讨一下 好 谢谢 好 不如让他先问 因为他没有问过 我认得你 莫教堂 你当然认得我 我想问就是 没有抗药 我正在吃Irisa 没有抗药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抗药 那可不可以检验T790M 或者PDL1 问得十分之好 的而且确是有新的文献 我们在血液里面可以看到 有没有T790M的出现 而T790M的出现 是比X-ray上高的progression 可以早几个月的 但问题就是 知道之后 是否想立刻转弱 还是迟些转弱 因为第三代是很贵的 你第一代便便宜的 如果你早点转弱 如果有人帮你付钱 当然好些 但要自己挨袋 是否值得这样做呢 那这个是一个debatable 是一个有争议性的 所以做 绝对是可以做 是否真正能够按数据 而值得你改变药物呢 这点便有争议性 哦 那便验早点好点了 心理状态 你要验 绝对没问题 有没有更好处 就是争议性 就是那个好处 不能处理到 如果我处理到 已经是好处 便没有争议性 其实那个贵是什么概念 标靶药第三代 在公家医院 是五万元一个月 一个月 在私家医院便更加贵 而第一代大约一万元 这个月 还有 如果练习气功 多些体验 有没有用呢 气功有没有用呢 实在 为什么要练习气功 而不是愚来神掌呢 因为气功有一个秘级 愚来神掌 我也有 你没有看周诚学道器吗 那个 大家都懂 现在很多气功说可以抗癌 就是可以练习 一些癌 就是这样 信念与证据 信念是有的 证据是缺乏的 但是练气功也无妨 因为它只是一个运动 所以我又不会反对你去 但是你说大事吹嘘 我就不用吃飘白药 靠气功也行 就不要傻了 是 可以早几个月可以检验T790M 和你的PD-L1 可以早几个月检验到 在血液上 复诊才说 直接把诊金扔出来 黑衣的女士 可以 我不是问病 我认识一个青年人 现在在读放射治疗 在想要读抗癌症 还是读抗癌症 你经常遇到这些医生 会有什么提示 譬如说 某些人一定不适合做 做就会害了病人 类似的 没有 你 要这样 他应该是理工 是吧 是 做不同的东西 做Diagnostic 意思是 辅助的病人 去照X-ray CD-scan 那技术是不同的 Radio therapy 是治疗性的 换述来说 治疗性主要是指 癌症的病人 就在乎他对 直接照顾病人 有什么耐性和爱心 如果 老实说 例如 一个癌症病人 你要扶他上床 叫他不要动 要坐定定 你要做这个过程 你是觉得 给到care 帮到人 你自己 enjoy 那就好 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是烦的 不如做Diagnostic 就会爽朗一点 因为多数人跳上床 就能走 就不需要你这么多 照顾的过程 所以 看性格 看性格 谢谢 谢谢 后面的黑衣服 各位女士 现在基因的整体 已经普及了很多 还有数千元可以做 大概九至十一种 是比较普通的癌症 其实是否可以每人做一组 基因整体 然后再考虑一些方法 去 preventive 是可以令到 这个发病率低一点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问一下问题 问得十分之好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几千元做Sequencing 的数据在哪里来的呢 其实现在都有些 commercialize 了有些retail的 例如某间 那些retail store 他们不是已经有 那个是23andme 那类的东西 类似 在香港就是Penetic 是的 是的 这个就是个巧妙 就是说 普通人分不出 什么打什么的基因测试 OK 还有呢 普通人也分不出 哪些是真正有数据 哪些是没有数据 先说一件事 基因大致上高 是分开一种叫做Somatic 一种叫做Germ Line Germ Line 就是说是你细胞 每个细胞都有的基因 Somatic 只是在癌细胞才有的基因 是癌变了之后的基因 OK 所以呢 那些所谓的23andme 你是在查一些 叫做Germ Line Mutation 而这些Germ Line Mutation 不是告诉你 你有没有癌症 只是告诉你 你有癌症的 机会率是否高一点 甚至乎 如果你说香港的Penetic 就更加欺骗你 因为他只是说几种癌症 是特别是和遗传病 有关系的癌症 普通最常见的 是和遗传病 没有关系的 他根本没有查 他在查 其实他在查 一个叫Leaf of Cony Syndrome 的基因 他说 因为Leaf of Cony Syndrome 有九种癌症 他就说 Leaf of Cony Syndrome 查到九种癌症 就是九种癌症 但是不是 大部分的Patient 不是有这种癌症 而就算有这种癌症 都是和这种癌症 没有关系的 所以是一个False Presentation of Genetic Test Information 我又没有出来 对爆他 你问我才回答你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为什么他几千元做到 刚才我告诉你 那个真正是查到 血液里面 早期基因Grayl的Test 现在他每一个Patient 是血液白血球细胞 和本身的癌症 是查到三种癌症 是查到三种癌症 平均每个人 在他的研究中 是用了超过一万五美金 才能查到 但也不是叫做 也叫做 experimental course 所以基本上 虽然是 補及了 但是是否有这样的能力 找到早期的癌症 正如我所说 在暂时市面上 是一个False Presentation 真正正在做的就是Grayl 另外就是一间公司 但是他们还未能够 认识成功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你说到 癌症有机会是Vaccination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 现在的天花 白猴 全部都是由病毒引起 但是刚才你说癌症 其实不是由病毒引起 不是病毒引起 完全是说抗原 问题就是 癌细胞 哪个抗原 会引起T细胞 的反应呢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因为Virus 你一定知道T细胞 但是癌细胞 那么多抗原 怎么能够做到呢 他们现在就怎么做呢 基因排列 重组了之后 就知道你有哪一类的抗原 然后他们就用一个 电脑 AI的 algorithm 去identify 哪个抗原 最 likely 最有可能性 引起T细胞的反应 而这个T细胞的反应 也要跟一个 HLA-typing Human Neukoside Antigen 各个status去做的 所以是一个相当之复杂 但是暂时 发展中 但是AI是很能够帮到我们 做这个决定的 有 拭目以待 暂时详细 未能够说得太多 是否这位先 藍三 莫教授你好 多谢你的Lecture 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一个病人 他已经 都是肺癌症 已经做了手术 又做了电疗 又做了化疗 但是在很短时间里面 有方法的迹象 那是否唯一的方法 就只能吃标靶药 又不是 第一个病人 是有没有标靶一把 如果没有的时候 你没有EGFR 没有ALK 没有ROS1 没有任何一种 你想吃都吃不到 第二点 就是要看肿瘤 PD-L1的表达 刚才的Lecture所说 如果表达高的时候 是可以考虑免疫治疗的 那如何为止高 50% 50% 但是30% 不是 30%叫中间高 都可以的 所以中间高 很多时候就有化疗 与免疫治疗共同使用 我想接下来问 如果是所谓的方法 其实概念是如何 例如有一个新的肿瘤 出来了 还是可能 癌细胞的数量又多了 或者有其他的不舒服 因为其实方法这个概念 对很多病人来说 是很恐怖的 可能有点发烧 有点头晕生气 已经在怀疑自己是否 其实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 嗯 好的 翻法这个概念 就是第一件事 有没有控制过 你没有控制过 你就不能翻法 换来说 你曾经控制得很好 或者曾经把肿瘤完全清除 然后再回头 所以叫翻法 如果你从来没有控制过 就不能说翻法这个字 OK 好了 如果一旦控制到之后 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 去决定翻法呢 我们是有一个 叫做research criteria 我们有一个很客观的观点 包括就是 肿瘤的diameter 的总和 增加了0.3 就是增加了30% 这个就是翻法的定义 或者有一个新的肿瘤 出现在一个新的位置 这个就是另一个定义 所以这个就不是跟病症 因为老实说 头晕生气 没有癌症 你需要头晕生气 我怎么能靠你 头晕生气 就决定有没有办法呢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看病症 而是看X-ray 上高的diameter 去做决定的 好 因为时间关系 不如我给你这个女士问 最后一个问题 八三女女士 你好 莫教授 我其实 多谢刚才那个讨论 因为都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始终做肿瘤科的医生 面对病人死亡的机会率 是比一般医生高的 我想了解一下 其实一般来说 你会怎样做到那个释怀 这个要很高功力的 我第一本书的书名是《医生会哭》 是说到我第一次开始执业的时候 一个比较年轻的香港人 是我医他的子宫颈癌 大家做了朋友 而当他离开的时候 那个人是伤痛 当时也是年轻的 亦都不太懂得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操 因为做一个医生 你应该有一个叫Empathy 就是说能够连理心 但当你连理心太投入的时候 病人离开的时候 是一个相同 如何做到有连理心 但也在适当的时候 能够情绪上放手 是高超的境界 其实一个很简单 就是知道我所做的事情 在他人生这段路上 我曾经参与过 我曾经辅助过 他的离开是我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这个是最能够帮到的自己 虽然我不能够 我每个朋友 甚至我一个好朋友离开 我都改变不了 但是我知道他离开之前 我所能够带给他的治疗 是给他有生活质素 亦是世界上最好的 你不能够超越到我所能够给他 这一点我就是能够 支持我继续下去做这份工作 很多讲座我们听完之后 都会说一句 就是学到很多东西 但今天这个真是很真心 令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在知识上 也在心灵上都学到很多东西 多谢你莫教授 多谢 我们有请中文大学的副教掌 吳雪培先生 为了我们次送几年品给莫教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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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